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二段 今天过来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是带大家去吃兔头 我们成都人是非常喜欢吃兔头的 每一年就我们成都市要吃掉三亿个兔头 这个数字你们可以到百度上面去看一下 然后现在这个位置有两家成都最好吃的 一家叫梅记一家叫邓氏 这两家兔头在成都都是开了二十几年的历史 很多老成都都是知道的 今天我就准备每一家买两个 一个五香一个麻辣 好现在大家跟我过去看一下 现在可以看到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在排队了 这家是邓氏兔头 现在才下午四点多 然后排队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都是来吃兔头的 我要一个五香的一个麻辣的 一个五香一个麻辣的 你们这种一天买这个好多果 一钱呀多果呢 一个五香的一个麻辣的 好谢谢 然后这边这家叫梅记 也是上小学的时候就爱在这吃的 来一个五香一个麻辣 我想问个问题哦 我搞完了 就原来我们都初中了一会儿 就今年是买了好多钱一锅呢 三个 哦对了对了对了 鞋的稍多啊 你这香买咋个卖的呀 微信微信上买啊 咋个加你微信的啊 加三个 哦 我加个微信的啊 对了我的粉丝 他们想买就直接这个啊 啊好好 这个好吗 加181这个好 这个上面这个好加买了 181这个好 哦他们要买自己给你大块 你把火就是啊 好好好谢谢 看这是满满的一锅麻辣兔头 里边有花生 有芝麻 然后还有姐姐蜜制的红油 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爽啊 现在我们找到一个非常适合吃兔头的地方 然后也买到卫生纸了 然后两家的兔头也买到了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把它给吃掉 走 好现在来看一下我买的兔头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看一下这是麻辣兔头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爽 现在来尝一下它的味道 吃麻辣兔头 很多外地的朋友应该不是很会吃 我来教一下大家 先从中间把它掰开 从它两个牙齿把它掰开 然后掰开以后再从中间把它掰开 吃它的这个舌头和脸 它虽然说叫麻辣兔头 但实际它吃起来啊 并不是很辣 反而有一点甜味 然后那种花生碎在嘴里面咬着就是嘎蓬脆那种感觉 非常的舒服 就有点像那个有一种麻辣牛肉干 就是老陈南有一种麻辣牛肉干那个味道 它不是很辣 而是有点甜那种感觉 但很香很香 各种调料在嘴里面啊 那种香味真的是很爽的 然后 将才教大家吃的是下面的部分 就是兔头脸的部分 现在教大家吃上面的部分 这个不臭是比较粗暴简单的 就是直接咬开 咬开以后有没有看到老花 然后直接把老花吸到嘴里面 那种感觉我真的不想再形容了 就是很爽 然后用嘴把两个眼睛给吸出来 嗯 还不错真香 然后一个兔头就完整的吃完了 这就是吃兔头的固醋和过程 像麻辣的给人感觉那么牛 我不敢用手去摸 五香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就没有辣椒 但其实它吃起来的话 也有一定的辣味的 来 重回变它的过程 过来一点 从两颗牙齿的中间掰开它 然后再从两个脸的中间再把它掰开 然后这边是舌头和脸 全是肉 可以直接吃的 各种香料卤的是很香的 然后兔头很入味 它里边也是肉非常香 脸上肉特别多 嗯 酸 五香的其实就是那种卤的 然后它没有那种辣椒酱和其他的东西 感觉也是挺好吃的 好 现在再来看一下 上面的部分应该怎么打开 用牙齿咬这个部位 看 轻轻一咬 轻轻一咬 它的老花就出来了 然后用嘴去吸 直接吸到嘴里边就是满满的一口老花 非常非常的过瘾 然后五香的吃法和麻辣的有点不一样 五香的把手从这儿撑进去 把眼睛抠出来 看 轻轻一抠整个眼睛就全都出来了 直接放到嘴里边是很过瘾的 再来看一次啊 轻轻一抠 然后眼睛很轻松的就出来了 然后好像就没什么肉了 十块钱 就这么多 好了 今天兔头也吃完了 然后天色也晚了 我现在是吃的非常的满足 真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但具体我吃的是哪一家 我不会说的 大家如果对这两家兔头是很了解的 在评论区里边给我留言 然后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 喜欢我的 点赞 评论 关注 转发 收藏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